救护你喔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在眼不会了惆怅 让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樹芬 歡迎收看今天的草根普提 人生有很多改動 要怎麼整個打拼去完成 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今天的主角 陳清水師匠 他是軍官退後的 每一件事都要按部就班的價位 也很打拼去完成 不過發生一件事 讓所有人生 沒辦法接近前的價位 也因為他的用於承擔 讓四名變得更不一樣 我們現在就趕緊來看 今天的告示 電視割很動暴力 電視割很快 我們現在是家庭的 連環境都搶不耐露 電視割還有任務 電視割很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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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沒有愛情 媽媽 媽媽 有生涯规划 我在想说人生 把它规划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读书和当兵 第一个二十五年 第二个二十五年就是要拼 买房子买车子 还有主女的教育 这些都在我的心目中都很重要的 所以第二阶段 我已经要好好的拼 所以我五十六岁我就退休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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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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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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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